北约峰会将会于7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24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在巴黎举行筹备会议 双方重申将继续明确支持乌克兰 传递长期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的举行 双方会后在爱丽舍公发表演说 马克龙表示 乌克兰在欧洲大西洋一体化和联盟进程中取得的进展 将是北约峰会讨论的关键议题之一 斯托尔滕贝格也感谢法国为联盟安全做出的努力 并对包括法国在内的23个成员国 将至少2%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国防开支表示欢迎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